桃红、粉红各种颜色的菊花圆圆造型象征福气满满 还有百合、结梗、蝴蝶兰搭配起来热热闹闹承托年节气氛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买花民众开始涌现 台北花市宣布将分两阶段延长营业时间 1月26号起延长到下午3点 2月5号到2月9号除夕中午 更连续108小时不打烊 那我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到半个月前我们会延后营业到3点 因为我们平常营业到12点 那营业到3点的时候是最主要以盆花为主 那过年以5天是以先切花为主 因为那个是24小月切花可能它的寿命没有那么长 所以以最后5天为主 那盆花的寿命比较长 所以半个月前我们就会加强营业到下午3点 量可能会少一点 其实来讲也不是少很多 那我们的长官我们农粮署也有帮忙在做一些的应对 那我们的量差不多每天会在92万8左右 那价格可能会贵个5%左右 因为东西涨价的关系不是花少多少的关系 那花应该来正常来讲应该都会供应会很充足 以切花来讲有很多百合我们最新的品种都有重办的 而且那个没有花心 人家说没有那个米料 对 花纹 没去加了什么 那古早的白盒那个油花也弄到衣服洗不掉 现在这个重办的没有 那盆花还是以饮料啦 蝉兽花 因为过年大家要洗机嘛 花可以放了很久 所以一般人家很喜欢蝉兽花 凤梨花 等等都有 这几年以盆花来讲我知道他们以兰花为主 所以兰花一般的话都会很抢手 那金人兰花的供应量也不会很 有很少都会有很充足的供应 台北花市董事长李明聪说明 过年应景花会 切花部分除了菊花香气高雅的百合也很受欢迎 盆花部分 兰花 银柳 凤梨花也非常讨喜 另外从2月5号起到9号除夕中午 台北花市还展售各式南投精选农特产品 提供一站式消费 满足消费大众春节采买需求 南投的花 销到台北的花卉运销公司来 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还有花卉公司 这么多年来对南投县的支持 我们是一个观光大县也是一个农业大县 那许县长的目标当然在这个好山好水 宜居的自然健康丰富的宜居城市 这样一个施政的目标 所以花是我们南投县不只是经济产值 非常的大 在全国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那在台北的产品交公司也是产值最高的 不是产量最高但是产值最高的 也感谢花市公司利用2月5号到2月8号 5号到7号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8号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我们来整24个摊位来展售 我们南投的龙特产品 不管是花还是龙特产品 茶香菇等等 非常欢迎能够送到台北来 来供我们台北的乡亲台北的市民来享用 春节前五天台北花市切花部分 预估总供货量为90.3万把 于去年90.4万把差异不大 整体供货充裕品质优良 可满足民众的勾花需求 那我想在这一波寒流底下 农民很辛苦 那也希望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提供给我们广大的消费大众 来增添我们年节的这个年味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说明 今年的这个花卉 我们会努力的来供应充足 让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来 享受到年节的气氛 所以在几个重要的年节商品 年节的花卉产品 包含像百合文心 还有相关的这个盆花的部分 像这个凤梨 凤梨的这个盆栽等等 我想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供应地下 虽然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监产 但是我们后续还是因为我们花卉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替代性啊 那当然有一些监产有一些供应量 我们就会尽量会把这个在产地端会辅导农民来做供应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管是中央不管是地方 我们都会尽可能尽全力的来维持花卉供应的稳定 提供我们所有来采买的市民最优质的国产花卉 当然花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花卉公司其实这几年一直都致力在我们社区的营造上 利用花来让我们的城市更美 所以接下来2月5号开始的这段时间 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够踊跃的来我们的花市采买 农历春节前台北花市还将化身全台最美市场 运用春节应景切盆花进行布置 作为民众采买花卉参考 民众不妨趁着过年前到台北花市逛逛 采买花卉装点居家为年节增添气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